都有些不捨得 始終有個大家建立了一個關係 雖然說我是工作 但始終我都想幫到他 去改靜新重投社會 其實都像是爸爸媽媽 一個就是嫌一個就是愛 我覺得這麼多紀律暴力之中 成教主是一個最有人性化的部門 因為你是對人的 我們透過工作教育他們 行為不好 或者外面表現不理想 我就嫌出一個接迴令 就接迴他回去 他願意做事 願意對家人好 就給他多點關閉 幫他適應 幫他解決問題 你幫得到他會看到 其實我們都可以說是 14小時全天後 因為有事我們就要去做 要去聽電話 他還沒出門口 上班之前就要去家房 或者他很晚下班 有時晚上我們就要晚些 去家裡去家房 看看他在家的情況 如何 亦都了解他的工作 情況 工作上有些問題 他不知道怎樣去解決 有時他問我 我就分析給他聽 始終都是溝通得多 就變成大家慢慢的信任 就會建立回來 我試過一次 凌晨3點 媽媽打來 我忘記帶鎖匙 你可不可以 我打電話給我兒子 他又不聽電話 敲門又不聽我的電話 他在家裡睡覺 你可不可以跟我打電話 叫他起床敲門給我 覺得我們什麼都可以幫到他 其實我能幫到他 我也是開心的 雖然有時辛苦 但有時我都會覺得是值得的 一個青少年的個案 就是他們的母子關係很差 他媽媽對我們的觀感很差 直接說 你也不是有心幫我 你也是為出糧而已 他兒子在我們院所裡 他沒有談 在我們不斷地勸道 他都願意去見他 直至到他兒子 離開院所 獲釋回家之後 他對我們的態度 就開始改善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 原來他的兒子有轉變 他媽媽也很感謝我 幫他教好兒子 令到他們兩個關係 180度的轉變 聽到其實我也很開心 因為我真的覺得自己 不只是幫到我小朋友 簡直是幫到這個家庭 很感謝家人 因為我經常工作都不定時 有時可能開桌吃飯 那一分鐘都要扔多一個筷子 我去工作 多謝你們對我的支持 以及我的包容 其實獎項對於我來說 真是感上天化 也都很開心得到認同 也都為我懲教的辛賴 就是劃上一個完美的準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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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的聰明